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一年一度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预计将会在台湾时间6号凌晨登场 市场预期苹果将会在会中发表 内建Siri的声控喇叭 也等于是继亚马逊还有Google之后 苹果也宣告加入智慧家庭声控的战局 各种生活上的问题统统难不倒 从亚马逊到Google 科技厂纷纷抢攻智慧家庭声控领域 现在就连苹果也想分一杯羹 传出将推出语音助理Siri操控的智慧型喇叭 搭载虚拟环绕音效技术 最快有望在台湾时间6号凌晨 苹果年度开发者大会上首度亮相 至于iPhone年度新机 能否如期在9月登场 也是市场焦点 我们正在接触摄像机器上 在显示上联系上联系 虽然这会是一个电视机器 并不是电视机器 我们不太清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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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在其他计划 它似乎是这样一个AMOLED 3D觸控制 而且仍然会是一个18.5x9的级别 估计 就像我们在Galaxy S8 和LGG6 外形规格各种叠照在网路上流传 现在更传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亲自到深圳 棱花厂坐镇 确保新iPhone顺利量产 而随着苹果和高通间诉讼进入白热化 市场预期将影响供应链动向 其中iPhone采用的基屏晶片 从高通转移到英特尔 采购比重恐将持续增加 预估到了2018年 比重可能会超过70% 如果在未来订单全数转由英特尔来接收的话 那么高通可能在一年会短少 10亿美金以上的这个部分的营收 那么就有可能会危机到 高通它在全球基屏晶片的领导地位 那么由于英特尔它目前的一个 在晶片的一个效能上 表现可能还不是如高通来得好 所以未来英特尔整个在晶片效能的提升速度 我想会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未来苹果和高通诉讼结果 将影响苹果在晶片上的采用策略 分析师也指出 除了高通和英特尔外 三星是否会加入晶片供应行列 甚至是苹果自行开发晶片 都是后续观察重点 同一时间也传出 日本索尼已经优先提供 CMOS影像感测元件给苹果 所以在相关供应链纷纷动起来 就看苹果新机能否摆脱延迟上市的传言 记者和我们相关陈玉智台北报道